大家好,我們繼續回到《冒險起源》 有觀眾留言說為什麼不玩《冒險起源》 因為我正在升級,所以就玩不到 現在就32里了,現在立刻玩給大家看 既然你這麼想看,我就立刻玩 因為我要升到32里才可以觸發任務 因為我很慢地玩,所以你會看到我沒有經常拍 好,來了,來到阿筆 什麼阿筆,擊敗火箭兵團 三年前應該解散的火箭兵團 不知道從哪裡沒了很多人出來 襲擊了鎮上的鵝外獸 他們想割了鵝外獸尾去賣 幸好你阻止了他們 代表會被鎮的人,多謝你 來到這裡的目的,所以要挑戰我 好,沒問題,我會鎮上的道館等你 那我先過去 OK,今天搞定了,戰勝阿筆 好,阿筆,我們先收拾一下 因為精靈方面,阿筆就是 非人體 那我們先升一升的比加超 我想升的比加超差不多 不要用這個,這個太慢 這個 升到28應該差不多 電光這些要不要呢 電光這些是物工機 其實都可以,因為你看到比加超呢 這裡寫104 所以我們學招物工 好,學招物工 就這麼多 這樣,好,今天照舊 沙內朵擺頭,我們繼續劇情去打道館 好了 希望不要斷了,好,沒事沒事 好了,咦,花花天地來的 這個蟲系,不是非人是神經病,我記錯了 第一個蟲系我過了,另一個是 非人體是我過了,第二個是蟲系 好了,見識一下他研究的成果 哦,這個是阿筆 原來 我還是哪一個是阿筆 來了 蟲系來說都會有非人體 所以我也照舊 嘩,其實他分明好出來都不錯 其實他分明來都出來 因為我有時候忘記了什麼蟲 嘩,接力棒 什麼東西? 一來用接力棒,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螺絲,綠色加1,比我低的 這個時候我們再直接打,不可以等了,要用超韓力 搞定了,剛剛好打了,這次不錯 因為我怕他打死我,這隻也要立刻打,不用想了 這隻回去打不死,不要打五下,麻煩你 兩下而已,非常好,我們可以試一下一直推下去都沒有問題 飛天堂牢,飛天堂牢可以打一開冥想,我相信飛天堂應該打不死我,我相信 處理狀態,打,吸得這麼少 旋風到,沒事沒事,這些只是廢的技,吸收 好,不錯,打到一個不錯的輸出 屎屍飛天堂牢,飛蟲,我們開冥想 陰速拳,因為我記得這隻不是很多技,多數都是變化為主 如果他不是玩變化技多的話,證明他也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從之預感,連續拳,打多一個二至五下的技能 忍耐力,音速拳,好,完成 好,大真鋒也是超能力,好,非常好 嗯,其實蟲是,蟲是給我 其實蟲應該是給我殺得多,因為蟲是,大部分都混過毒 有些混過毒,有些混過格鬥 好,沙內島是完美剋住他,這裡也是 所以沙內島我都比較推薦人用 對了,蟲是這樣就搞定了 怪不得可以擊敗這麼多火子兵團去研究相當 我研究還差得遠,另外這個徽章拿去 下一個導管在這個墓園陣,從這個陣穿過32號就到 祝你好運,昆蟲徽章 導管訓練員 咦,公平競技,可以排位 我們終於可以打戰鬥了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遊戲 人們是怎樣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裡很有趣 不要彈遊戲 氣氛很好,不要彈遊戲,請你 好,幸好沒有彈機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走 小玲 這個是人來的 普通的街人 好 先打這個實 這隻 開一開冥想 因為一下能力應該打不死 根據我玩這個遊戲這麼久的經驗 開了一下也不死 其實沒有可能 其實真的有點不可能 因為沙內島的能力 開了一下冥想 尼多蘭就算他高出3 都一定能秒 但是這隻可惜就是 很可惜 這隻應該都能秒 加了兩級 對 兩級的冥想下 很多重都開始受不了 毒 更加是 尼多猴一樣 應該就 差一點 差一點 可能他藍色加入 尼多猴? 尼多猴? 這個猴嗎? 新品種 新寵 尼多猴 真的用這個猴 尼多力 應該都能秒 對 除了尼多王 尼多猴 應該都能秒 尼多王來了 尼多王 尼多猴 實際些 真的要死 沙內島應該要 咦? 還沒死? 還毒死嗎? 嘩 30 那我們要走了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 沒有那顆星 我們走吧 我想要那顆星 那回去回血吧 因為那顆星很影響日後 你掃蕩的速度 咦? 沒有彈機OK 因為正常那兩版的地圖 就開始彈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沒事吧?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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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進步 還是我的模擬器好? 咦? 這個要打嗎? 咦? 真的要打 剛才不用打 剛才電路就這樣走過去 沒事了 閃光超音波又重 捕捉嗎? 不錯 這樣也不錯 我們 禮拜三下 禮拜三下的特攻 因為剛才你看到兩下都打不死你多黃 所以我們這次比較保守 對 多一點 好 那有都是用毒針 這隻 咦? 咦? 飛天堂了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吸收紋 先回一回血 好啊 連斬這些對我來說沒問題 好 非常好 咦? 咦? 這裡都用超能力 非常好 一下就做低了 非常好 摩魯鳳 照舊 超能力 嗯 搞定 哼 理論上我把這個品質升到這麼高 是應該全瞄了 鐵甲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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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都可以升到藍色品質 究竟在這遊戲有沒有人這樣升呢? 可能有 對 或者可能是我 崔飛 真的嗎? 真的崔飛 超能力 超能力 電光 漂亮 180多 這樣就沿了一隊 好 那就搞定了 走得 哇靠 膜敗 有趣 好 我們就通過這個通道 瞄掉分現家 立刻 理論上都不會難打到去哪裡 或者是 或者是怎樣說呢 都是那個為了掃蕩和那顆抽重的金幣 所以我們就全部秒殺 因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應該大家都知道 滿星星的話是可以多一顆金幣給你抽 好 繼續驗歷吧 四百多 不可能不死了 不過三下這樣來多後都要照死吧 來多難的應該不用說吧 四百多 看多厲害 好 看看來多後 來多後應該是三百五左右 三百四十七 差不多 我想三下的變化能力應該是最... 即是叫做什麼 最可以秒殺人 剛剛好達到那個水準 可以秒殺人的水準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些重 當然是輸出的重 你不要拿一隻 隨便拿一些重 加特攻那些又很差 主要選一些強小小的就可以了 三下的變化能力 基本上秒NPC AI那些完全沒有難度 除非對方欺負你 否則的話我覺得都... 很大機會可以打得死 這隻就... 這隻就不知他怎樣玩 這隻就不知他怎樣玩 不過你還是要照顧冥想的開頭 嘩...一百二十八 有沒有搞錯了些什麼 一百二十八是怎樣做到 嘩...爆擊好波 吸收一整段 打到一百二十幾都頗過分 開多一下冥想 一會去打多一下應該再吸 可以追擊 貪心一點 開多一下 鬼面... 欸...有些危機在這裡 過我的速度 可能會死 突襲沒問題 吸光 欸...不死? 有什麼可能不死 現在他打了一百二十幾 明明沒有任何的變化能力 叫他 我加三特攻都可以打五四隻 哥達 這隻死了吧 但我不知道夠不夠快 真的不夠快 幸好我開了特防 好... 不錯啊...差兩隻 裂著一個... 超能力 吸收 嘩... 神經病 打了九十幾 這樣也差一點 是不是啊... 我自追擊 不要緊啊... 我們只要殺了一個 能頂得順便沒問題 大雀 不要打死我 不高速移動 180 沒問題 吸得很多 超能力 鋼蝕 吸收之文 沒有用 對我這招幾 沒有什麼特別大作用 搞定搞定 好... OK... 搞定 再善獎勵 好... 繼續上 木春 好... 四隻重啊 這些... 為何少了呢? 之前六隻的那個都... 剛才那個有個都是五隻就可以 讀過金魚 照舊也是 亂擊 嗯... 隨便看我可以輕鬆開三下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看到他打... 喂! 差點死了 老友 我還想說他沒什麼輸出 一下打了我超多 你不是又趴我 唉...死了 這隻有點難打 我沒可能無傷地打贏 不...可以... 這隻河童應該可以 這隻河童應該打得贏 我覺得這隻 對...他只能亂擊的話應該是打得贏 還有水打落天河童就... 沒有什麼作用 完全沒有作用 扣得很少 不過都... 上可接受 高速移動 好... 五十多都不錯 對...只有六十多吧 因為在下雨 所以他打到你 我殺了得很痛 嘖 我打算那天沒什麼勁 誰知道他留了一招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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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後面 厲害... 唉... 這隻沒有可能一夜... 一夜痛慣 有點難 因為...下雨 電球啊 我喝了這麼少 不是吧 亂擊不好啊 麻痺他嘛 麻痺 沒有麻痺 打那麼多下都 喂...不要打死我 不要打死我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好... 怎樣了 很厲害啊 這隻金魚王 什麼回事 雖然相差level的感覺 哎呀...烏波啊 美麗草出來呢 美麗花 不好意思啊 嘩...他用... 他用地面技 未命中 不要啊 吸他 好波 漂亮 咳... 你看他由 沼王那些 科獻 不可能打死我 我們先用麻痺了 他先 還是轉重 這裡轉重 這裡轉重都不行啊 轉圈彈 都可以的 先轉圈彈 看看 哎呀... 264啊 264啊 大哥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但是沒有問題 撐得住 吸死他 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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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也不錯 再吸多波 搞定 開始難打 這裡 看來要草叢厲害一點 真的可以 美麗花 不是太可以 因為他沒有變化技 因為打AI 打這個AI 一定要變化技 對於難搞 就是這裡 我先拿這些獎品 好 我們回去回血 還有 做什麼呢 這裡有什麼 做 拉魯拉斯 極低機率 吉利丹和 倫琴貓都有 正 有急動鳥 有急動鳥 我可以去抓 現在不錯啊 沒有彈機 不錯啊 這裡 有進行這個 系統更新 真的不會經常彈機 是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一彈一彈 你進回來 要等一分兩分鐘 其實那個 心情都已經沒什麼 沒什麼心情 喂 又來了又來了 哎 一說就馬上中了 還是他調低了一次數 好啊 原本兩次變成六七次才彈一和 現在 精神強念 這些神技一定要換 好 好 就這樣 穿過 準備 好 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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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第一次極有型的訓練家 在上面跳下來 除了帶不之外 你是第二個 帶不跳來 但不是挑戰我 是給我說話 這個就直接跳下去 立即打架 好 這樣 應該沒有難度 我想 奇異之關就沒什麼所謂 就讓你先混亂 我不斷開這個冥想 放電 哎 麻痺 哇 扣這麼多個放電 神經病 他扣了70 打他 打打 沒有了 玩完了 我們先逃脫 因為不理會 要跑回去 因為不理我 這一場 那我免得就沒有星羅 直接走了 什麼樣子 不要麻痺 給不可以 給一點點面 37 原來 真的要打這個 都不是 都不是這麼簡單 真的 有點難度 不要麻痺 麻煩你 行 那我這裡不要用吸收之文 直接用精神強調 先去擊殺 差點 這樣也好 幸好 幸好他沒有用放電 因為如果我麻痺了 就很危險 這裡 好 又是這隻 開冥想 三級 三級應該可以 吸收 吸一吸血 至少不要給他一下殺 奇異之光沒問題 好 靈波 擺脫了混亂的狀態 將他擊殺 應該有電龍 哎呀 鋼 對 鋼很難搞 我照開冥想 因為他應該是特攻 特攻 105 行 那就繼續吸收 因為這隻打我一百零幾 因為我開了冥想 所以他打我不痛 即使他那一刻住我的話 我們用精神強調 差不多死了 沒問題 三重攻擊 嗯 OK 三重攻擊挺有型的 射了一個特效 射了三處光出來 搞定 鋼系 小瓷怪更加不用說 但是三合一我打死 小瓷怪會打不死 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加龍光炮挺有型的 搞定了 所以見到小瓷怪 你以為你要走其實不是 要看小瓷怪是什麼技能 如果你沙內打開了四級或者三級的冥想 打小瓷怪就建議留在這裡 什麼 精靈 可以裝道具 心靈香草 不用帶了 打這些應該也不用 靜乾 粉紅傘 閃電尿 好 我們繼續 烏波 嘩我頭搓到 烏波有機會 也打不死我的 我想烏波 雷巴摘冷 沒問題 不要過命中 千萬不要過命中 講太多的話真的會打不中 149 開一下 我們 進取一點 這裡不中我就輸了 欸沒事 啊 真的不中 低難有沒有搞錯 唉 走啊 明明這次很大機會 你回去回血 咦這隻急凍鳥不見了 我不是有時間限制 譬如他在 這個Pokemon 不是 在這個什麼鎮 如果沒有過去就會消失 真的嗎 好像以往Pokemon 心甘那類 不是啊 心甘那些是什麼 好吧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你看又彈了機 我們下一集繼續劇情 就這樣 拜拜 再見 拜拜